最近民進黨內有一個現象 就是許多剛選上的市議員 分分表態要參選立委 請問市長 您認為像市議員這樣的舉動 是不是背棄了對選民的承諾 甚至市議員可以帶子參選 萬一沒選上還是回鍋當市議員 您認為這樣是否恰當 如果問我還不如問你說 你對朱立如的看法是什麼 謝謝 我告訴你 不可以還是看市場 所以每個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就好 當然就是 這是一個 變成他是一個障礙 因為他變成要說服選民的時候 多了一個障礙 現在就看他有沒有能夠跨過去 所以我要說最好是市場決定一切 你的理由能不能說服群眾 那個障礙你有沒有跨過去 所以還是 所以還是很多還是 最後還是選民還是決定 所以你的答案 你問我 你問我 市議員這樣算不算 我就問你 你覺得2016出立論選怎麼樣 一樣 大家都面臨同樣的問題 你有沒有能夠 你有沒有能夠 遇到最終的問題 你有沒有能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